油圖圖我們雕塑的專業用品就是要用 以前是用跑土堆 我現在就是教大家用油圖 油圖是永遠不會硬化的 你等於這一次用完會揉一揉 它是還沒用的 那個 譬如說人家在做這個汽車啊什麼 就是油圖啊 專業雕塑 油圖也有分 要加熱才會軟化 那個是要精雕才會用那種 那種更硬的 像這種就是手揉都可以的 小時候在玩的那個 那個 那個彩色黏土就是這樣 那堆土就是 我這裡不是糕點嗎 我的土就是堆 堆到這個界線就好 那待會就會 我就這樣就把它蓋住 我在 我在 拱黑矽膠 先把那個會流動的先 塗布在上面 那塗布的時候呢 我不喜歡用刷子 因為最後那刷子就爆笑了 那刷子也清不乾淨 所以我習慣還是 用一種東西刮刀 就是 從杯子裡面刮一些出來 塗上去 有點像做臉這樣子 就是有一小片像刮刀這樣 像在塗奶油這樣弄上去 弄上去之後第一次 不夠厚再加入第二次這樣 通常這個大概需要 我們這個杯子 可能要五六杯 一次兩次三次分段做 所以你們看到這上面有一些痕跡 這就是它的手部分 所以老師的那個疑問 就是這樣解答 我們用堆土來區分兩面 那 這邊硬掉之後呢 我們翻過來 把油塗挖掉 挖掉之後就 暴露出它的背後 那我們再做一個 那個 範圍 把它擋住一面 很像灌的時候 流到滿足的都是 周圍 我是用這個很軟的吃 吃 給它圍住 然後再灌它的背後 那夠多嗎 蛤 夠多嗎 我周圍還是用油圖 還是用油圖 那個齒是插在油圖上 讓它防止它溢流 這邊是用一塊證書板 檔子 有沒有 這裡 我把我所有的秘密都講完了 就是 我單單是動腦想辦法 其實大家也可以幫你自己的方法 並沒有說一定是怎麼樣